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们打脸啊 这有什么好怕的 难道你不是运卫山 我当然不是运卫山 我和韩鸭寺在离析镇袭击了云家小姐 冒充了她 那你麻烦了 那你呢 难道你真的是上官前 大福臣的上官前 对啊 我就是上官前 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要要死你的身份 你就是云卫山 来自离析镇的云卫山 那你怎么会是无风的妹 自为无风来说 你对陌生人的信任 便便多得有点愚蠢 陌生人 谁 我 我从小就被家里送去无风训练 但是逢年过节或者庙徽灯事 我都会回来 在众人面前露脸 顺便趁着这几天 安排几次和城里大户人家的相亲 平日里 家里也会安排一个体弱的丫鬟 假扮着我 得着帘子 让不同大夫上门好迈问诊 各种药方子 也是不断地送进家来 在大堆大堆的药渣 丢出家去 因此 我可以凭借着体弱深寒 不宜出门的借口 长期在无风训练 所以 即使工上军拿着我的画像 满城地打听 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 我就是伤关键 一个体弱多病 不爱出门的伤关键